好,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接着学习这个 这个numphy数组的相关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数组的比较 然后研码以及波尔应算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例子 那我们把它粘到我们的 这个脚本里面去 粘到我们的脚本里面去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成了 一组这个 生成了 一组这个 矩阵 是一个正在 01的一个标准 正在矩阵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标准正在矩阵 它是一个以0为均值 1为标准差的一个矩阵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判断来对它进行 一个比较 比如说我们看它里面元素 大于0.4的元素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 呃给出一个比较 那么第一个是负0.35 它是不大于0.4 第二个是0.8 它大于0.4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 那我们还可以看它是不是比 不等于1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 它是 这个 都不等于1的 都不等于1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 比较 比较 那么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它的 波尔逻辑 波尔逻辑的一个 呃 那个 波尔逻辑的一个 研码运算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 随机的一个整数的分布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0到10的分布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生成一个 0到10的 三乘以四的矩阵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具体的这个方式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这个 做一些计算 那么平时我们做的计算 都是没有条件的运算 之前介绍的运算 都是没有条件 那其实我们这个可以 对它设置一些条件 比如说我们想看它 计算它的非零数值 并且呢 它里面大于三的 元素的非零数值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 大于三的非零数值 一共有八个 对吧 我们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吧 因为有八个非零数值 那么我们对 大于三的数字求和呢 那可以在这后面 写一个x大于三 那对大于三的数字 求和那是八 那这个呢 那是对大于三的按列 或者按行去统计 那这个sum 其实不是求和的意思 sum其实还是对它 这个技术进行求和 对大于三的一共有八个 然后这个是按列 按行统计 那么相当于是第一列 第一列大于三的元素 由 第一列大于三的元素 有两个 第二列大于三的元素 也有两个 第三列大于三的元素 有负责 然后还有就是 这里是any x大于八 那么 这个里面是没有元素 大于八的 最多是等于八 我们看大于三 是否有元素大于三 那它是有元素大于三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 all x大于八 它意思是判断 对它进行判断 是不是所有元素都大于八 那它是 不是吧 它有元素是小于八 那这个是相当于 对它做了一个 通过NP里面的这些条件 对它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对它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 这个相当于是 在这个计算的时候 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是在计算的时候 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函数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可以通过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通过这个 数杠 然后这个and的符号 还有一飘和这个 脚标 来表示 或且飞翼 或且飞翼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来计算 这个x大于五 或者是x小于一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飘就是飞 那么计算这样的数字的个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计算 来试一下 感谢观看 好,我们看大于5小于1 我们把S方向比一下 无大于5或者是小于1 我们可以看到 无大于5的有12 不大于5的有6个 或者是小于1的 获得小于1的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1、2 那也就是说 无大于5或者是小于1的 就只有6个 因为它是获得关系 那我们把它变成and 那不大于5 且小于1的 那只有0 只有两个0 对吧 那这个它可以通过这样的 一系列的拨号 做一个逻辑预算 那这个实际上是 我们 这个numpi对于书主的一个 这个 波尔逻辑预算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 波尔逻辑预算 讲完了 但其实 numpi还可以对它做一个 研码的操作 比如这样的 x x大于8 我们看一下 是吧 那是空的 那再比如说我们 x x 大于3 它会把 x大于3的元素全找出来 大概有这些 那这个就是它的 研码操作 那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numpi的这个 比较研码和逻辑 波尔运算 波尔运算逻辑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基本上把numpi这块 数组运算这块的内容 讲完了 那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个 补充一些点呢 就是 线性态数 线性态数的一些运算 那线性态数呢 是我们这个 整个数据科学的一个基础学科 那它在运算的过程中呢 它其实会有很多 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 简单提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了两个矩阵 一个 一个二行 二行三列 一个三行二列的 一个两个矩阵 那这两个矩阵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乘法 那这个乘法 并不是像刚才 那个新号那个乘法 这个乘法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矩阵的乘法 就是左行乘以右链 那种方式的乘法 这个大家如果 这个不太明白的话 大家可以去 去翻一下自己的 这个线性态数的一个课本 比如说它三行乘以三 这个左行乘以右链这种乘法呢 它相当于是把 左行的行数和右链的 这个列数 作为新的矩阵的行列 然后做了一个乘法 对吧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个其他的方式去做嘛 那比如说我们在打入 这个囊态里面的 这个LLG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子包 那这样一个子模块 那这个模块是专门 应对新一代数的模块 你看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这个求逆矩阵 然后求转置 然后求分解 矩阵的分解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是 求X1乘以X 相当于先对X做转置之后 再乘以X 相当于是X的 X是个矩阵的平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MAT矩阵 对吧 这个相当于是X的一个 X转置乘以X 然后这个QR是QR分解 对它进行QR分解 对吧 它可以把它分成一个 分成两个矩阵 那这个SVD呢 那是对它进行起一直分解 那它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矩阵 然后这个相当于是对它 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对它一个求逆 但是这个MAT 它相当于是一个起义 起义拒占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对它求逆 不能对它求逆 不能对它求逆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线形代数的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运算的函数 对我们的速度进行非常简单的 一个线形代数的一个运算 这也是Numpin里面 Numpin里面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的这个Numpin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内容呢 基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给大家讲Pandas的内容 那么大家在讲Pandas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其实跟Numpin里面有很多一脉相传的地方 那么我们接着下一个再给大家进行介绍 我们接着下一个 那我们接着下一个